我家父 我的父親在越南是做總代理燕窩 然後批發藥材 生活也算是小康 所以才有足夠的錢 這樣讓我們回到國外去念書 但是1975年 淪陷了 為了逃跑 我父親 很不幸的兩次逃跑都被逮到 但是每一次逮到的時候 我父親所有財產都往海底去推 把他推倒掉 推到海底去 讓他們那些越共抓不到證據 第二次也是這樣 灰心了就不跑 讓我大姐跑 我大姐終於成功 1978年成功跑到香港 然後香港就來到了美國 然後夢幻就把我父親接出來 那我這段時間呢 人喔 沒有經過戰亂 是沒有那個 但是我那時候在台灣 我是1992年 那時候經過先生是 我來到台灣的時候 老總統幹過事 經過先生那時候是行政院長 然後我親自寫了一封信 到行政院 非常高興地能夠得到行政院們幫忙 所以把我父母接到台灣 到台灣以後 我才去了法國 我大概在法國十年 那這段時間 我大姐已經在美國 把我父親接到美國 那時候在法國 我那時候在法國 我本身是 學音樂拉扫行的 1988年回來 但是音樂不能帶來飯事 所以做生意 所以我現在是做禁煌 我回到台灣 我回到美國 我才認識我太太 那我太太是台灣新主人 我們結婚生孩子 我現在是三個孩子的父親 那小孩子都已經進大學了 所以這些年 我比較閒下來 所以開始注重那個 校友方面的事情 所以接下這個職位來擔當 對方 自己在家裡 在法國南北加法 央法國南北加法 那小孩 不要再賣 現在最新的acher 是 這位祂